毛毛兔好 黑夜勇士好 董哥你先来 好的好的 国东还有所有我们的战友 这个周折毛毛兔黑夜勇士 还有全球的战友 大家这个周六又到了这种 快乐两小时 快乐灭共的时间 好的 好那我来吧 安顺去吧 那毛毛兔有请 好群体的战友们 周六好 郝海东好 东哥大哥好 王哥好 周折好 我们又见面了 很开心跟你们一起做节目 谢谢 黑夜勇士 战友们好 我是黑夜勇士 王哥好 郝海东 和东哥 第一次见面 我们第一次跟东哥做直播 东哥你好 周折我们在前天见过 再次又见面了 我毛毛兔 毛毛兔你好 好嘞 最后了是我了 我就从女士开始吧 王毛兔好 黑夜勇士好 王哥好 海东大哥好 刚才前面已经跟张颖姐问过好了 还有这个全球的战友大家好 带写的金牌的所有观众大家好 非常荣幸来到这个节目 好的 谢谢大家 好 战友们 这个节目前 稍微骆驼两句 稍微骆驼两句 最近两周 经过我和东哥 对节目组的调整 我们完成了去中心化 很顺利 安排没有农场主 去脚踏实际的 去种土豆番茄去 西红柿 小叶同志现在负责这个中央厨房 将来他们两个 这个生产链啊 生活圈的生产链就对接起来了 先回报一下 这个 小叶这个情绪比较稳定嘛 中央厨房里边 这个这个 虽然这个身体受点伤 但是心灵还是依旧 后勤保障工作没有任何问题 这个不会往这个 饭里啊菜里啊下点披霜 这都不会 我不会成为五大佬 这点很 还是比较有把握 对 前一段我看你的脸色有点发白啊 是不是勇养没跟上 我是不错 只是这个训练的量 比较就像我的职业生涯当中 大家这个训练了啊 你看我我从上周五 跟大家汇望一下 报告一下 跟战友们 你说我53岁 这个我可以现在基本上保持 我上星期五 一个半小时 对 星期六休息了一下 星期天打了两个多小时 星期一 一个小时 星期二 两个小时 呃 星期三 一个小时 呃 星期四 一个小时 昨天又一个 多小时 呃 这个这个 这就是我 这 基本上吧 一周 我基本上能 打六天 休息一天 基本上是这样 啊 而且我 训练完有时候还自己加练加练 什么的 对吧 八点练完 有时候做点 全腹轮 有时候做点平板支撑 我练完做啊 可不是之前做 我随便三五分钟 对吧 来个三组两组 这都是 这个我的正常的这些 训练的 这正常的生活啊 正常的训练 呃 我基本上 呃 可以达到现在这种水平啊 呃 所以说战友们 我们新中国联邦爆料革命 所有的这些战友们 一定要相信自己 就是说 你只要坚持 你只要做对的事情啊 你只要有这种毅力 有这种勇气 有这种智慧 共产党这些人 这帮老杂毛 这帮死人的 他赢不了 他怎么能赢我们 你想一想 我给他们个二十岁的人 他们来 就像现在的五脸 这帮人 不要脸到极致 现在开始 他们把我国家队历史进球 第一四十二四十一 我不知道啊 反正 五蕾三十二个 他就唐二皇制的告 现在好像 五蕾 国家队是个首位 是排名第一啊 五蕾 什么刘海光 什么苏茂贞 黎兵 你那个开出国籍了 你已经开出国籍了 所以是人家把 而且这帮孙子 所有在微博上 现在已经有很多人 在说这个事 就是说 他怎么了 对吧 你们可以说 不要 不说他也没关系 但是你不能说 你三十多个 就赢了人家四十多个 你这人不扯淡吗 对吧 你可以说 别说 你也不能说 这个三十多个的第一名 而且人家说了 所有的评论里面 大家要看到 这帮孙子 唯一说的 说我叛国 我靠 这是他们最炒蛋 就是我号里东 叛什么国籍 中国 中国人 中华民族 我一个没有 我们消灭的共产党 你他妈的执政党不对 我批评你有什么错误吗 是吧 没有人敢说 他们就在混淆概念 很多人也被洗脑 他们不懂 党 国家 政府 政权是怎么回事 对吧 果冬 这是共产党给洗脑的 给中国人最后的毒 当然了 会越来越多的人 觉醒起来 现在你看评论里 有很多了 最后就有人说 说你们 你这玩意儿你不行啊 对吧 说他叛国了 好了 这事都有他说 对吧 你们说我叛国 卖国 我就问问你们 你们这些孙子 浩海东 当他代表你中国的时候 我判什么国 我现在没判国 我判什么国 我也判不了 我卖不了国 我连个二手房都卖不了 对吧 那然后我判什么国呢 我是 中国永远是中国 你清朝的时候 是不是中国 对吧 中华民国是不是中国 我们都是中国人 我们没有一次 咱们新中国联邦 爆料革命 所有的战友 没有一次一个人 咱们在框里的一样 没有说 我是什么 这个反对 什么中国 中华民族 中国人 没有 对吧 我只是 咱们告诉你 中共不能代表中国人 中国共产党 不能代表中国 这个没错吧 对啊 所以说 终归慢慢会有更多的人知道 更多人的觉醒 更多人因为有些事情的发酵 大家就会讨论探讨吧 对啊 现在你 你 三十多个 你成了第一 人家说了 那后来公这些 进球的比赛 你都把他取消了呗 对吧 我一比一跟沙特进了球 你都说不进 人家沙特一比零赢呗 对吧 你都把他取消了 对吧 我跟卡扎尔的进球 你都取消了 跟什么韩国的 你都被取消了 对吧 那怎么算 所以说 他们最终 最后都会被事实验证了 就像咱们讲的 七哥 这么长时间以来 所有的爆料 最后的结果怎么样 是不是都验证 包括咱们要说的 美国的这些抗议啊 这些事情啊 好的 我就有感而发 讲一些 好好好 这个咱们这个 先从这个 朱泽战友 德农的小方法 这是我 我家进入 德农以后啊 和这个 朱泽 我们有些这个 电话的沟通啊 有些发信息 在工作方面啊 有些工作 但真正正正面是 从今年 四月份 在柏林抗议啊 朱泽战友 正好也住在柏林 我们这个 抗议的一些物资啊 宣传材料 旗子 都放在朱泽家里啊 包括前期 印发的传单啊 咱们 印发这些资料 都是在朱泽那保存 我也到朱泽家里去啊 咱们的朱泽 让朱泽战友 先讲讲啊 因为我也知道 朱泽战友孩子很小 包括先生 天中还打了标 对 其实朱泽战友 在现在几乎 全身心了吧 全职灭过 从这个柏林 见识到咱们 这个小方块的威力 又到了这个 旧金山 杜宝的 朱泽战友 谈谈咱们这个感受 欢迎朱泽战友 谢谢王哥 谢谢王哥 这个简短的介绍啊 真的是 今天跟这些啊 所有的真心实意的战友啊 这个同框啊 来分享这个 自己的一点感受啊 就像是七哥说过了 这个七哥呀 是每一位战友的七哥 所以呢 跟七哥接触过的 谈过话的 握过手的 拥抱过的 有过一些小故事的这样的战友呢 你一定要把你的这个想法 你的所见所闻 都要传达给其他 暂时还没有机会 没有这个福分的战友 所以呢 我们呢 这次呢 这个真的是有缘分啊 有机会 然后呢 联盟同意我们到这个现场啊 能够参加这个美西的抗议活动啊 抗议这个习包子啊 所以习包子走这一趟 是真的虐心啊 是不管是新中国联邦 还是各个国家呀 反正是没有给他 没少给他戴帽子 这个独裁者的帽子 是首先已经都拿不下来了 是永远的就扣到脑袋上了 那其次呢 不想见到新中国联邦 我们说的是三句话不离本行嘛 但是习包子来之前 他就是呢 三句话不离新中国联邦 每一个提了三个要求 都是不想见新中国联邦 不想听到新中国联邦的这个声音 不希望媒体来报道新中国联邦 结果可倒好 我们的声势呢 反而是越来越壮大 全世界呢 都听到了我们的声音 然后现场呢 也看到了很多这个 各个国家的这个媒体吧 包括德国的媒体啊 德国一台啊 我们都看到了 我们的冒生战友 还现场接受了采访 所以这个是呢 全世界的媒体 没有人不知道我们的存在的 那么知道我们的存在 必然就知道我们的信仰 知道我们的这个任务 我们的使命是什么 那我们的使命非常清楚 我们就是 全这个这个四百多号人呢 整个没有一个人 我看到他有恐惧的 没有一个人 就是说他戴着口罩 是为了防病毒 他不是 他不是说害怕见人 他戴着眼镜呢 是防止这个太阳黄眼镜 什么之类的 反光 但是他不是说 因为我灭共 然后我害怕了 绝对没有这样一个战友 每一个战友的那个精气神 都是那么的饱满 就是要从我的嘴里 我大声的急呼出来 我就是要灭了你习 我就是要灭了你中共 因为你把苦难 你把威胁 你把病毒 你把一切人类 不应该有的这些痛苦 你都带给了我们 那我们 你带给了我的后代 你让中国所有的人 几辈子都还不完这些债 所以呢 我们每一个战友 都是那种信心呢 是非常非常的坚定 而且在现场你能看到 这个战友们的这个自律性 是非常强的 比方说我在现场 我就看到一个战友 那个两边 那个马路两边 已经站好了 这个抗议的战友 但是其中有一个战友 他就拿着这个垃圾袋 然后拿着一个 就像是那个环卫工人 使用的那个 一个像小夹子一样的东西 他就走 一路走 然后一路看到 我们如果有战友 留下的这个小垃圾 他看到什么 马上就给收到 自己这个垃圾袋里 然后他经常都会做这样的动作 就保证这个现场 没有我们制造的垃圾 甚至没有一个小雪片 我们喝过的那个什么咖啡 那个喝水的杯子 每一个东西都收拾的 特别的井井有条的 所以这是战友们 非常的细心的 很自律的 而且战友们之间的这个团结 你能看到 也就是说感恩七哥 感恩节不是刚过吗 就是感恩七哥 能够在过去的六七年 短短的时间 就能够把曾经 这个几十年 中国人同胞之间 有这种戒备之心 彼此之间的这种不信任的 这样的一个华人群体 然后如今能够花通过 六七年的时间 就让所有的战友 一提到战友俩字 马上我们就 后面就提到了 就是信任 彼此之间的那个绑定 是非常的一个牢靠的 就是我完全 你看我从屏幕上 见到毛毛兔 然后我在线下 我就可以拥抱他 因为他跟我 穿着一样的衣服 他跟我有一样的信仰 我们两个之间的纽带 就是七哥 就是新中国联邦 和爆料革命 所以我们完全有这种信任 那么整个这个华人群体 像我跟毛毛兔 我跟黑夜勇士 我们之间这样的关系的群体 是几亿人呢 所以不管你来自世界的 任何一个国家 我们都因为这个爆料革命 凝聚在一起 所以这也是我在现场看到的 那么战友们呢 还非常的镇定 非常的冷静 就是因为七哥说过了嘛 你不要触碰法律红线 法律是我们这个红线 你是不可以逾越的 不管你参不参加爆料革命 你生活中 都应该是一个守法的公民 比方说现场 我们遇到了很多这个 不管是小粉红 还是老粉红 有的是那个自愿来替中共站台的 还有的是中共 我们都知道了 是花钱雇来的 甚至中共啊 这个纽约领事馆呢 他们还那个雇了 这个好多那个妓女啊 一个人一天给200美金 然后来站台 而且每一个各个各个 因为美国不是有五个 那个领事馆吗 然后有一个领事馆 那休斯顿去年不是因为 烧那个那些文件材料 不是已经被关闭了吗 关闭之前 给烧那些材料 所以呢 这些领事馆给每一个 他们支持习近平的人 还不同的价格 然后呢 就是他们来到我们的会场啊 就是大庭 就是信部那个摇摇摆摆的 就进来了 然后但是他们的那个气势啊 那个精气势啊 是完全没有我们这个 这个新中国联邦这个群体 那么的那个耀眼 那么阳光啊 所以呢 这个我们的战友 一看他们进来了 就是不跟他们发生肢体碰撞 遇到小粉红的 老粉红的时候呢 所有的新中国联邦战友 都能够保持那一份克制 不发生冲突 不管你怎么挑衅 不管你怎么给我挖坑 我就是不往里跳 我呢 我就是那个很正义的 我是在法律的条款之下 然后我来抗议 但是呢 你不管你怎么激我 用语言激我 还是有的那个粉红 他们还用那个身体啊 就特意的触碰我们 那个我们的战友 但是我们也不会 跟你正面的那个 跟你打起来啊什么的 所以战友们的这个克制 是非常令人佩服的 好的 现在呢 我先把时间还给王哥 一会儿我们再继续分享 感激不尽 好 谢谢主持啊 下面都给我介绍一下 咱这个厉害了 这个黑夜凌世战友啊 去年 去年在这个 波兰前线的时候 这个黑夜凌世 就去了 做了这个资源 当时影响很深 咱这个波尔代啊 波尔代穿着这个 村长的夹克 用着村长的图形 啊 二十出头啊 这个黑夜兄弟啊 哎 差不多 差不多 差不多啊 您在 在波兰把图形 改变了改变 啊 才有变化 穿着夹克啊 夹克身 那从波兰 呃 七十多天到后来 在 在这个美 美国这个 抗疫九十天 啊 抗疫九十天 做直播 到 到这个 这个前两天的 就行三斗包了 哎 黑夜兄弟 一个 谈一谈 咱们作为 波尔代 咱们 咱们父母 在这方面 就是 对你有什么影响啊 包括对你有什么帮助 咱们前两天 刚过的感恩节嘛 感恩节 咱谈谈感恩 另外再谈谈 咱们这一段 这个 参加 波兰革命 这么小的年龄 对吧 咱们干了这么大的事 确实牛了 黑夜兄弟请 好的 谢谢王哥 谢谢王哥 对我过去这件事情 呃 这个 呃 表扬啊 其实 我 参加这些活动 也是因为 有了新中国联邦 如果说没有 参加新中国联邦的话 也不会认识这么多战友 所以说 这是 就是我作为一个一个人 作为中国人的一个什么福气 缘分都可以这么说了 而且我作为 暴二代 其实我真的 我的确是个暴二代 但是我家新中国联邦 其实并不是说经历过一些什么中共的迫害啊 中共的这个 然后看到了中看到了那个新中国联邦 他们在做的事情 其实我其实当时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郭先生的存在 但是是我父母告诉我这个人说 这个新中国联邦 你也应该加入 那么我就马上就是说 我觉得看着 我觉得听郭先生说话 他的确很有道理 所以说我就马上加入了 我觉得这跟我的一个性格有关 我对主流媒体 对于这些主流的一些观点 我觉得他们是有问题的 所以说我一听到郭先生说话 我就发现马上就能跟他感到其中的共鸣 就说有这么加入新中国联邦 另外这次的抗议 其实跟我以前参加的一些活动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这次抗议是一个非常有特别意义的一件事情 因为来了那么多战友 以前虽然说也很多人也很多 但是最多也不超过50个人 在波兰没有超过50个人 在纽约也没有超过50个人 但是这次可以说达到了200多人左右 就是非常了不起 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这么多的200多人从世界各地到达 而且还开展了一个这么出色的一个 虽然不能说完美 但是这么杰出出色的一个活动 给了当地的媒体 给了习近平 给了中共 给美国人带来这么 留下这么深刻的印象 我觉得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特别是通过这次活动 彻底的把中国人跟中共封开 让我们看到中国共产党派出了脚本红 他们跟巴勒斯坦的主族站在一起 我们新庸联邦 我们是跟美国人站在一起 我们喊的口号是打倒共产党 消灭邪恶势力 我们追求的是和平 正义 还有繁荣 而共产党追求的是混乱 让全世界都渗入国海中 而且支持哈马斯 支持 支持北朝鲜 支持伊朗 这些邪恶的国家 所以说我觉得这次 对中国人 对中国人来说 对新中国联邦来说 对我们自己来说 都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对于我虽然说年纪不大 但是我有幸 有这段经历 其实都是新中国联邦 郭先生的功劳 还有全体战友 对我的一个包含 对我的一个指导 我觉得这就非常可贵 对我来说 我也很感激 我能够这个经历 谢谢 好 谢谢这个心理 确实很谦虚 我也知道 咱们连你父母也是 咱们西班牙农场 这个主力干将 在幕后做了很多 这个大量的工作 这个确实就灭共 灭共家庭 那么下面那个 某某兔 咱某某兔战友 咱们从柏林游行 和你家先生 我们这个晚上喝着小酒 聊着天 这次又在 旧金山 旧金山抗议 见到了二位 而且当时 当时在那个 在柏林见面的时候 都会某某兔儿 当时还戴着眼镜 戴着口罩 心里还是有一丝恐惧了 包括后来就是 柏林游行完以后 咱们做节目 那是某某兔儿第一次上节目 露脸上节目 还是有点 心里还是有点恐惧的感觉 但是到现在 到现在我从镜头上 我们作为观众在下边 给你们家以后看到 在这个 这个军阶线现场 决然不一样 有请某某兔 战友 谈一下感受 好 我谈一下感受 我先说说 刚才 刚才东波说了个问题 他在中国的影响 其实是很大的 其实在之前 我的有朋友 社会上的朋友 他主动来联系我 他们也是就是看到 东哥的新中国联邦 从东哥认识新中国联邦 所以说他们有一批人 没有打疫苗 他们就是看到东哥 就说 郝海东好像加入你们新中国 我说对啊对啊 然后他来主动来找我 其实他的影响力是很大的 而且我家人呢 我家人是反对的 但是我跟我爸爸说 因为我爸爸是足球迷嘛 我说郝海东你认识吗 他我认识啊 他就是我们的 他就是我们的成员之一啊 他说这个人好像比较 我说对啊是很连接啊 然后后来就不讲这些了 说刚才我就把东哥刚才说的了 什么中共很多人说你什么什么的 实际上是上面的人说你 实际上很多老百姓是很相信你的 其实他们很多人有一批人没打疫苗 其实实际上都是属于 我觉得都是受了东哥的影响 好那我就说正题吧 其实在柏林的时候我觉得我两次游行 在德国游行的时候 我的感染也是觉得受到感染力 特别是我们以一个灭共的那种感染力是很强的 那个时候呢 我拍照我们都我带了口罩和墨镜 那时候还是比较怕 这次到美国去完全截然不同 刚才黑夜收益两百人 我给他纠结一下应该有四百人 因为我们到现场的时候 四面八方涌入了不少人来 因为我们住的酒店不一样 因为我住的酒店 我们住的酒店只有二十几个人 三十几个人 每个酒店后来来的时候 是分布不一样的酒店来的人 后来陆陆续续来很多很多人 但是我们看的就像周哲说的 我们穿的一样的衣服 我们看的都是战友 实际上都很激动 在路上我们碰到的战友 不管任不认识都打招呼都拥抱 因为我都觉得都是从四面八方来 而且来的时候 那个周哲你们发现一个细节没有 上午还晴空万里 到了下午了 阴风阵阵了 后来又下了雨 到了晚上八九点钟的时候 又是一阵阴风 这就是什么事 我们就想的就是包子那时候来了 天都已经不容了 天如人愿了 你看不到没有 但是说句实话 这次我到美国去的感受 也是觉得我们的战友的数字 各方面的数字是很高的 是很强的 而且是很整齐的 而且就像说的 我们看到那些 看到那些 就是说只要车子路过 特别是华人的车子 估计就是大使馆的车子 去接人的话 我们都不自觉的都要 都要喊口号 而且还有很多小 很多粉红 但是有特别有个别的粉红 很羡慕的给其他战友讲 我们知道你们没有打疫苗 实际上我们是为了钱来的 他们就是为了那几百块钱来的 还有就是 就像我听悟空说过 悟空说他说有一个拧头的很坏 去咔他 去拧他 实际上拧头的人很坏 下面的人其实这些都是受害者 都是受害者 其实没必要 就是说我们发生争执 像言语上的争执都没必要 他们也是为了这个钱 实际上他们内心来说 是很羡慕我们的 我们的说句说 第一个我们没有打疫苗 第二个我们实际上很整齐 服装也整齐 而且我们的数字 我们的素养方面 我们走出去你看看那些美国人 每个美国人都给我们束大拇指 他们而且跟我们一起在喊口号 其实在这些方面我觉得很感人 实际上我觉得这次联盟做这个事情 我觉得真的是太成功了 如果我是说的 下次有机会 我们一定还要相见 所以这次很遗憾 是没有看到王大哥 本来以为王大哥要来的 后来我说王大哥怎么没有来 所以后来签证的问题 我们也是说很遗憾 其实也不是 下一次我们有机会 我们后来我们的使命就是把共灭了 这个习近平把全世界搞乱 以哈战争 以哈战争 乌克兰战争 俄乌战争都是他搞起来的 不把他灭了 我们这个世界真的没有安身之处了 我们真的没有地方安身了 我们一躲再躲 所以我们也是从一个发达国家 躲到另外一个国家去 都是为了躲疫苗躲战争 现在战争一来的话 我们往哪里躲 我们没有躲出了 我们只有把共产党灭了 只有共产党灭了我们这个 才还这个世界一个安宁 你们说对不对 我就说到这一点哈 接下来让那个王大哥来说哈 好 谢谢毛毛初战争 非常非常女王 非常棒啊 再问这个大哥好啊 大哥非常好人啊 东哥 下面啊就是 就是你看咱们从这个 国家中安排就是咱们 奥武前线波兰这个救援 就是这个锻炼队伍 对咱们这个新中国联邦 出去拉链 锻炼队伍新中国联邦 包括咱们这个凤凰城 包括三年的这个新中国联邦的庆典 啊到前两天咱们救金山 救包子 对咱新中国联邦的这个意义 有多么重大 这个 有什么 有什么 这个 呃 最重要的 七哥也是一直在强调的 我们就是要找到好人 这点是最最重要 就是说 你看一看 从 共产党建政 一直到今天 所有在我们 中国老百姓心里面的 就是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 其乐无穷 没有任何 有信仰啊 善良啊 规则啊 秩序啊 没有 所有的一切 人不为己 天主地灭 是吧 鸟 为死亡 人为财死 鸟为死亡 全都是这些丛林法则 啊 操弹至极 就是 共产党执政到了今天的时候 把一个 一个国家 一个民主 一个土壤 一个社会 弄成了一种最终回到了原始丛林里面去了 那根本没有任何的 他们提倡的所谓的温良公典 让没了 礼仪秩序已经全部荡然无存 那么新中国联邦 爆料革命 七个所有给我们创造出来的这些 让我们这个平台组织 大家有了这些 找到好人 这个好人 我们这个两个字是特别重要的 就是说我也在说青少年培养 包括这些 有时候的我们的青少年的足球俱乐部 我在当时我就提出了三点 就是踢好球 读好书 做好人 对吧 你要找到这个好人 这个很关键 而且你有好人的这种前提底下 大家团结在一起 你就会看到高素质的人群 那么延伸到家庭 延伸到社会层面的话 就会有了土壤 就会有了这种 未来祖祖 一代代的地 不会污染 空气不会雾霾 大家不会争先的去抢坐 不排队 闯横灯 在中共 在里面全都是悖论 是吧 全世界 我跟大家问个问题 有没有红绿灯上面写着 严禁闯红灯 有吧 这都是咱们在国内 对吧 国东你想一想 就是 红灯什么叫严禁闯红灯 我到现在为止 我也不明白 你们这帮共产党 这帮私人外交部的人 给我解释解释 这个红灯停 是吧 那个交通规则 绿灯行 那红灯了 怎么叫严禁闯红灯了 它停了就停了 红灯了你就停了 怎么还要闯呢 为什么他还要写出来呢 就是因为在他们的这里面 没有什么规则了 而且你闯了以后 你认识交警 你认识大官 他是大官 对他来讲 就没有红绿灯的概念 是吧 所以他给你提出来一个严禁闯红灯 他到时候一样 是吧 他长安街上 他也一样可以掉头 因为他的车牌子 因为他有 是吧 这个特权 那么新中国联合爆料公民七哥 给我们创造的时候 找到一个好人 通过好人 大家聚集在一起 去做了我们所有中国人 很多人想干 而不敢干的事情 所有刚才说的 大家一开始 有一点点的恐惧心理 忐忑的这种心情 很正常 当你消除了恐惧 当你没有恐惧了 赶的时候 中共他就这颗屁 是吧 这些人没有任何的能力 因为他们不在规则之内 没有市场竞争 没有职业精力 他们都狗屎 是吧 我插一句 你看这是 在美国 咱们四百多人 在那里骂包子 怎么了 但是这就是走出来了吗 你不厉害吗 是吧 去那个 沙特的时候是 二十六甲战略机 护航了 现在有用吗 对不对 你拉出来 你包子也不行 对 是 你看 这个就是 给大家最好的 这种示范效应 是吧 你 所有的一些 你看 鲍尔雷 是吧 这个黑夜勇士 这些年轻的孩子们 他们年轻人的出现 为什么会有 这些人的出现 你在中共里面 不可能 因为没有这种土壤 没有这种机会给他 所有的这些 他们能出点国的人 能有点 钱的人 这些孩子们 娇生官耀 娇使淫逸 就会所谓的 咱俩都不用说 王念玲那些儿子 什么这些 许家印那些 孙子们的 这些孩子们 是吧 成什么样 我跟大家讲一个 那你们知道 一个上市公司 曲美家具 你要得知道 在北京 就是这个人 他都上市了 曲美家具 已经都上市了 原先我们都住在一块 还不是顺义 我们当时都在昌平 他的孩子 赵泽龙 跟郝润泽 都是一块发想 小时候就在 从幼儿园开始 什么青苹果 幼儿园 什么金苹果 就就开始在一块 后来 他现在的小孩 是吧 可能也在美国 你想一想 他能干嘛 不外乎就是刷 所谓的直播呀 给别人女子 打赏啊 类似的开着跑车 满处去的 美国的大街上 溜达 就像他们 你跟他讲讲 说共产党的邪恶啊 或者是你要为民族啊 为未来啊 为一个国家啊 为一些事情 你有没有敢正义的发生啊 或者是你认识到一些 危害的东西 你能不能 本着正义 正直的这种心态 来去 为别人啊 去鼓与呼呢 他们太难了 但是你看到我们的包尔丹 很多的孩子们 都陆陆续续的站出来 而且他们有自己的观点 有自己的想法 有自己的独立思考的能力 在中共里面 怎么可能有呢 没有可能啊 是吧 这里面就是孩子都是 纯真的 小时候都一样 对吧 他们在一块都是 非常好的孩子 非常小孩 很善良 但是在这种体系内 土壤里 最后就变成了 就类似就像 王思聪这种人 啊 哪还 爆啥二代呢 他们连句真话都不敢说 还甭说做好人 是吧 他连句真话都不 不敢说 甭说他们还说什么假不假话 这些啊 就是作为一个想去 在最基本的说 我想 哎 有一点点的底线 有一点善良 是吧 跟大家在一起的话 能为这些 弱势一点的 或者普通老百姓的 一些社会现象 我来 发一些 正义的声音的时候 他们都不敢 为什么 是共产党造就的恐惧 使他们都害怕 一旦 他们知道了 一旦有了我们这种人 越来越多的时候 这一切 共产党给大家 营造出来的氛围 都会 灰飞烟灭 他不会再 吓唬到谁了 他们就是吓唬 利用所谓的 愚民 愚民武术 以之中的 很多的这种 国家机器 来去让你 没有尊严 没有财富 没有任何 有 理想 有点追求的这种 机会给你 他们就会 奴役咱们 一直会这么下去 但是 你看到了 咱们新中国联邦 爆料革命 从乌克兰救援 从这个 大家也知道 在乌克兰救援的时候 是吧 西班牙的这些 人 我们救了这90多个小孩 回来以后 影响非常大 这就真的叫影响巨大 我们一起 做的这些事情 温哥气球 西班牙农场 这个 这个 次的 救援 乌克兰的救援 行动的 这些孩子们 回到西班牙以后 这些人 你说说 有多少的家庭 会记住咱们 是吧 有多少人会跟我们 都会站在一起 因为 我们是旧人 从疫苗 从病毒 从乌克兰前线 我们没有害过任何人 包括这帮孙子 共产党 你们这些人 我们 郝海东 没害过你一个 包括刚才说的 我们在国内 我 郝海东 你说 败过啥 没卖过我 没干过一件 危害行业的事情 你去国动 你要知道 我可以站在这 堂堂正正的 跟每一个 踢足球的 所有的这些人 说郝海东 没踢过一场假球 没操纵过一次比赛 你要知道 我是主教练剑队员 我33岁 就是大连时德 主教练剑队员 我 如果按当时盛行的东西 我随随便便 弄梁大桥 对吧 太正常了 有的是这种 平台机会 让我去干过 而且到后来了 徐明这帮孙子 都已经 你们都知道吗 四川贯城 大连时德 辽宁 深圳建立宝 什么青岛 什么这些人 他们都一伙了 对吧 他们出点 主圈打假球了 对啊 是吧 但是 我就告诉你 所有共产党 所有 当时 骚毒打黑 十几年前 我都讲 是吧 我在微博上写 这个东西 我告诉你 浩雅东讲的每一句话 每个字 我这么多次直播 从2020年开始 一直到今天 包括我之前在国内 所有的微博 你们都去 上微博上查 我浩雅东说了 当时骚毒打黑的时候 我就说 我说公安部怎么还不来 找找我呢 我写的上面都有 这就是浩雅东 我没有一次 包括骂刘鹏 我说你 我不可能删 我一个微博没删过 所有骂共产党 骂体制的 骂领导的 他们所谓的 说足球行业的 所有的赌球 我没有一次 一个字 一个更改 我删过 全都在上面 都有历史记录 就像我进的 国家内进球历史记录一样 你抹不掉 我也不会抹 对吧 你说 你好像中 你那么吹牛逼 你哪天怎么拉 你不用 有 你给我找出来 这些东西 是我们为什么 敢于堂堂正正的 站在这儿 完了最后 去来面对中共 因为我问心无愧 我坦坦荡荡 我们是好人 我就不相信 你共产党 都能把这些人 全都灭了 我怎么就不相信 对吧 你那么就吹牛逼 是吧 因为我踢球的时候 我就是这么过来 对吧 我十岁踢的时候 我跟十三岁 十二岁的在踢 我从来没有跟八岁九岁 对吧 七岁八岁的 我也没改过年龄 我都是这样 过来的 怎么咱们能不赢的 原先是我们 没有这种平台 没有这种机会 是吧 没有办法 那我讲了也白讲 白屁 我说了 我在微博上 这都是我写的 我说党政分开 是吧 要有成立球员工会 是吧 那你 郝海东你不就是找死吗 是吧 但是这都是我的观点 我都写在上面 这都是我写的 我在微博上 公然发表的 你不是我今天 我卖啥国了 我今天依旧讲的 还是这样 对吧 你党政分开 你国家 你一个党 你不能代表 所有的政府 对吧 你就代表中国了 对吧 我现在有这种观点 当时也是这种观点 卖什么国了 是吧 这一切的一切 最终都会让大家知道 你 我讲错了 你讲讲我哪里讲错了 是吧 我们上 接抗议 我们说你共产党 你这种执政 让我们看不起病 读不起书 是吧 孩子们都从小得癌症 那我 我争取了权力 你这么物业管理公司 对吧 不好 我不能换吗 是吧 我作为业主 对吧 虽然你给我印的身份证 上面他妈的 上面是居民证 哇塞 你想一想 我们所有的可怜的中国人 是吧 所谓的公民 他背面 他上面有写着 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证 你只是居住在这 你他妈的连张 选票的权利都没有 有 这帮人有的还跟我讲 背面你看他 有公民 对啊 我说为什么他要再写上居民呢 哦 他要的时候 你就成公民了 等着你妈的 他这个不需要你的时候 你就成居民呗 是吧 那你为什么 有两面 而且你为什么要有胡胡粉呢 你告诉我卖国了 谁卖国了 我他们卖了吗 你我去深圳 你也让我开 这个介绍信 你要知道当年我们进深圳 是要开边防证的啊 我是拿着我的军官证 再去找他们单位 开个边防证才能进深圳 我问问你谁卖了国 是你们这帮孙子卖国吗 我是不是中国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 哦 我回我的地方 你还在让我办签证 我去香港也来办 是吧 你们这帮孙子 人家英国人 去香港 去澳门 不用 妈的我一中国人 你说我卖了国 我既然卖了国 我应该过去的时候 不用签证 是吧 董哥 我打断一下啊 咱们第一组嘉宾 还有五分钟啊 五分钟 咱就还换第二组嘉宾 对 我不能讲太多了 下次再讲 下次再讲啊 那个主持战友啊 简单就是 因为你看 你从这个柏林 你看这个柏林游行 做节目 又到了这个旧金山 旧包子 这两天这个密度很大 直播的密度很大 就是这么快的时间 从一个普通战友 成为咱们联盟的 这个直播明星 你这样常常感受 建议咱们那些 有些有专业技能的战友 站出来 常常自己的机会 谢谢主持人 好嘞 谢谢王哥 我就记得七哥说过一句话 这能人都在战友里呢 就是说咱们现在啊 能够有机会 或者是有缘分 能够先 头一批啊 能够站在前面 或者说能为战友们服务的 像我们现在平台上的这些战友呢 都是有福分 跟随七哥 但是实际上呢 我们战友里边还卧虎藏龙 有更多的这个有能力 有专业技能的 各个方面的 就比方说咱们这次那个 美西这个抗议的这个现场啊 咱们那个大平台 最开始是不让咱们摆到那了 然后没办法呢 怎么办呢 所以岛哥人家 他们那个盘古农场 人家专门有一个建房子的这个战友 人专业就是建房子的 整个的舞台我们站上去的 是人家亲手一锤子一锤子砸出来的 所以呢 这个就是咱们战友各行各业的 这样的有专业能力的人才 全都拒到我们这个新中国联邦了 就是因为相信了七哥 相信了这个我们新中国联邦人呢 整个中华那个民族的这个同胞啊 都是有信仰的 不能够被中共蹂躏 不能够让他给代表 一定要把我们脑子中的这个残毒啊 这个红毒啊 给他去除出去 不能中共说啥的 说七哥你是个强奸罪了 你就强奸了 说郝海东你没名了 我就把你除掉了 那不可以的 不能他说什么是什么的 我们普通老百姓 我们的脑子是越来越清醒的 所以这几年呢 都的都真的都是感谢郭先生 感谢爆料革命和这个新中国联邦 让我们真的做到了为真不破 把知道的那个为真真实实的东西 真相要传递出去 而且教会了我们实真假 变善恶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所以呢 刚才东哥说的特别的好 就是一个好人聚集的过程 其实郭先生说了 你走这一程 爆料革命大学这些年 就是在找好人 把所有世界上有相同信仰的 有这些好人都聚在一起 所以呢 我也是鼓励战友们呢 有这样的能力啊 能够那个愿意出来的 可以逐渐的自己呢 就是为所有的战友们 为我们的新中国联邦呢 一砖一瓦呀 奉献出自己的一点点小力量 好的 谢谢 谢谢国动大哥 谢谢周哲 谢谢周哲 那个黑夜行响 灭了共以后 你想干点啥 我觉得灭共啊 那种这件事情 现在想灭共之后的事情 我觉得 我现在现在是不知道 但是我 我有我想要去做的一些职业 但是这其实是职业 不是说 不是人生的规划 那么我想干什么 这件事情其实是 非常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话题 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 我每天都在思考这个话题 今天我想干什么 这也是在灭共之后 因为不知道 我们知道灭共 共产党 它不是全世界唯一的一个邪恶势力 也不是我们人生中的 唯一的一个问题 灭共之后 还要有更多的挑战 还要有更多的问题 而且中国不会因为 消灭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就突然变得美好起来 这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觉得灭共之后 我们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 我们也不能就此就收手 就放松下来 就认为我们已经 把达成目的了 没有 我们真正达成目的 可以说 我们真正 等到休息那一天 其实是 工具是 我们 就拿我来说吧 我觉得 一直是到我死了之后 中国这个土地 可能还不会完全的痊愈 因为共产党 就它的破坏实在是太大了 但是不管怎么说 我们今后的目标就是 做好 做一个 像王哥 像东哥说的那样 做一个好人 这是最关键的一个事情 另外就是 尽量的去努力 来不负 神给我们 给我这个 给我的 给我的 这些祝福 这些祝福 这些礼物 特别是 他们 他指引我 在我心中联邦 我觉得 这是我每天都应该去努力实现 好 黑夜兄弟啊 这个高度有点高了啊 你都谈到你死了 你看我们 你不能给我们点希望吗 都谈到你死了 对吧 好 先死点 好好好 谢谢 谢谢黑夜兄弟啊 这个 猫猫猪 这个带领这个家里大哥 灭工以后 有什么 有什么 这个想法 啊 没开门吧 这个猫猫猪 你得给我们打打鸡血啊 像肯定一样 直接就 就装骨灰壳 就装骨灰壳了 是吧 没有 没有 不是 我其实想了很多 灭工以后啊 我其实很想啊 跟我老公啊 到处周游 周游一下全世界 因为现在想出国 你不敢出国 第一个 病毒 第二个 世界大乱 你都不敢出去 灭工以后 我还是想到处走一走 到处看一看 就是说七个说的嘛 到处 每个国家都去走一下 每个国家去看一看 要学到很多的东西 还有啊 因为我不是很喜欢小动物的 比如说我现在 在一个穷国家里面 小动物像猫猫 流浪猫 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因为到我家来的呢 也是太多了 我现在养了 本来养了20只流浪猫 现在呢 有陆陆续续 反正死了一两只 有十几 十七八只 想做一个 就是说 搞一个那个 慈善 慈善的 就是把那个 宠物的 专门就是说 收养宠物的猫猫 把那些猫猫狗狗 那些流浪的 没人管的 流浪狗 流浪猫 想把它 搞一个小小的机构 这是我的最大的愿望 还有就是到处走一走 这就是我灭共以后 如果你说回中国的话 我是想回中国去看一看 你要像我常待在那里 我肯定也是不习惯了 已经不适应那边的生活了 还是要到处走走看看 像还有就是 我家人呢 就是说以后想在中国呢 想建立学校 就是外请外国人 请外国人就是当当那个当老师 让中国的孩子 重新把那个思想 重新喜欢过来 这也是我们最大的愿望 谢谢 好 感谢三位嘉宾 咱们今天确实还没聊过 等着 找机会接着聊 那么咱们进入下半场 上半场休息 进入下半场 谢谢 谢谢国东大哥 谢谢海东大哥 谢谢赵玉姐 谢谢黑夜 感谢全球的战友 那我们下次有机会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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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半场开始 这个默默战友好 辽哥好 蚂蚁兄弟好 那个 天空这个 默默战友先开始打打招呼吧 下半场咱们开始 好 观众 咱们战友打打招呼 战友好 观众们好 今天我很荣幸啊 同屏的四位帅哥 跟我一起做节目 我太荣幸了 我原来发现是万卫重重 我是一点花呀 非常高兴啊 来到我们 王大哥这个 这个体育的这个爆料节目 特别是跟郝董 还有我们的文聊 另外我们的 小蚂蚁相思 这里文聊 王大哥 我们都见过 小蚂蚁相思 头一次见 希望下次跟郝董见 大家好 蚂蚁兄弟 大家好 大家好 很荣幸来 德文东参加今天的节目 王大哥好 百东大哥好 辽哥好 莫无文你好 辽哥和王大哥 我们都是私底下 见过好多次了 莫无文也是今天第一次 在线上见面 那我们西班牙农场的郝董 我第一次跟您连线啊 觉得非常的紧张 非常惨忑 我私底下跟 叶女侠私信过几次 但是第一次跟您 虽然是同农场的 但是之前还没有 没有运气能跟您碰到 今天我太荣幸了 好 谢谢 谢谢 那咱今天那个话题 先从那个 蚂蚁兄弟开始啊 蚂蚁兄弟啊 这个怎么还 我看你在那个那个哪儿 在这个旧金山 很是放得开吗 说这个 咱美女战友撞了八百多张照片 对吧 说这手机就崩崩溃了 咱的手机啊 八百多张照片 这个家里媳妇 家里媳妇管理确实不善 那个 因为你在 你在往后 往后坐一坐 坐一坐 往后坐一坐 放我衣服是吧 往后间 不是 你这个脸 你这个脸就缺着镜头 我跟你讲啊 咱也就是在旧金山 这次直播啊 其实 你这个脸 只有咱旧金山 量子农场 这个 这个量子直播 能完成这次直播啊 要不你这个脸这么大 把旧筹就补掉了 很危险啊 好的 好的 兄弟 咱 咱谈谈生活啊 咱谈谈生活 介绍 介绍 马蚁兄弟啊 马蚁兄弟 今年就洗到贵子 三个儿子 恭喜恭喜 这个是金中国的吗 将来 就是咱金中国 就是这个 金子库 在芬兰 一个点 三个儿子啊 这个这个吹成去啊 另外 马蚁兄弟今年刚刚学出来 你那个飞机驾驶之转是F16吧 那个就是普通的商用执照 普通是F16 不是F16啊 好好好 刘真山斗包的又去了 马蚁兄弟 谈谈自己感受 行 哦 这个 其实作为三个孩子的父亲 我这块 时间 你这个时间 你这个时间怎么安排的 你说你把这个 这个蛋呢 都举在你媳妇身上 你媳妇 她太太是 她太太是非兰 非兰的一个非兰媳妇啊 大命迪 好 马蚁兄弟啊 从这个 从这个 对 你这个问题问的很突然啊 因为 这个角度 其实我是很感谢我太太的 就是当我 当我 我自己自 我作为我个人而言 作为我个人而言 农场 选到我去参加 无论是最早的 西班牙农场的抗议 到波兰前线的救援 到柏林前线的抗议 一直到旧金山的 前线的这个抗议 我都去了 所以农场一选到我 我是很 我自己很高兴 是很想去的 所以我每次第一时间 我就去跟我太太发消息 呃 态度也比较好一点 嗯 希望他能够批准 但是每次他都 他都批准了 所以在这件事情上 我是非常的感谢我太太的 而且 我总觉得就在这件事上 也是对他有一丝的这种 悲欠 呃 但是总体而言 作为我个人情感而言 我作为 我为新中国联邦 做了那一份小小的力量 让我自己内心得到的收获 以及我整个家庭 我回来之后 在我参与了这些所有的事情之后 我给我整个家庭 包括我今天的直播 我给我整个家庭 带来的这种 其他方面的感染 那个很正面 很正面的东西 我太太愿意跟我一起去面对 他一起 他独自带孩子 所碰到的一些困难 这是我想回答给 给王哥 关于我带孩子这块 实际上 把家人贴到 把家人就是 有些孩子比较小的战友啊 好像孩子比较大的战友 或者说 目前孩子已经成人了 或者没有孩子的战友 他们倒不太有 有这样的问题 包括我们在前线 也看到过一些 孩子很小的战友 就带在前面 或者年龄很大的战友 从行动上来讲 都有一方 都有一些这样的不便 但是作为我们而言的话 我们真的是 我们真的是 我今天在镜头面前 真的不想丝毫表现出来 我太太一个人 带三个孩子 有多痛苦 有多难 确实是有一定痛苦 有一定的难 但是当他在镜头前 看到我的这种收获 以及我做的这些事情 我的忐实各方面 我们家里每一个人 包括我孩子 在旧金山说爸爸 我孩子说 爸爸现在在旧金山 干什么什么 每一个人都是比较 高兴 比较有正面的能量 在吸取给我们自己 我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感受 交房给王哥 你那个 一个是 咱老大才几岁啊 老大刚上学吗 老大11岁 老二9岁 老三5月份生的 到现在是5个多月 5月9号啊 5月10几号 5月10几号 就是上次柏林抗疫前 现在就不回去 我也脑子不敢跑 10几号 别10几号 10几号 对 这是青铁嘛 儿子这个 灭供 灭了连儿子 几号 什么都不知道 反正15号 完了 这完了 这没准备 我讲 三个孩子 母亲妈妈 还是 年龄 还是比较年轻的 加上这个小的 现在不到一岁吧 不到一岁 半年 半年 对 现在 柏林 柏林回去生了吧 柏林回去生的 柏林 我去柏林的时候 他就有可能 就有可能生了 我还是去了柏林 去了柏林之后 但是我反正 还是很想去 去了柏林 回来之后 就哪都不跑 一刻都不离开 我从柏林回到 柏林回到芬兰之后 我去跑步 跑步有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我们跑步是想去一个远的地方 这样的话 心情会愉悦一些 我跑步就围我们家房子跑 跑了一个提升距离 就是我随时 就五分钟跑回来的 我都不敢 跑远 是 这说 马亦先生 这个你不表演你 我请你表演 就这个媳妇多么牛 尤其是一个 芬兰 芬兰人 人家就是 人家要送孩子 你要去游行 你是完全可以不去的 因为这个 送孩子 他不打指 哪天 他没有 有个预产 但是哪天 都不知道 你这一去柏林 去四五天 对 确实 这个事大了 这个事 咱们 你们家拍台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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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上 记上一打工 是不是 东哥 对 而且 你表达上去 对 而且国东你要知道 这是一个芬兰人 是吧 芬兰女孩子 最后生 孩子 生到第三个的时候 丈夫都不在身边 一句怨言都没有 而且他支持 他的丈夫 去灭共 这在中国你想过吗 你敢想 有没有这样的女的 这就像在这种土壤里面 你才能 对吧 生根发芽 生活出这样的女性来 多么伟大 在中共国 你想有吗 他妈的 他心里话 他不知道 你还灭共 你灭了共咱家 灭不了的时候 我们吃啥喝啥 孩子你都不管了 我生孩子 你还出去灭共 这都是 你根本 你没法 最后 你能去干点自己 内心 真正想去 有一点点的这种 愿望 有一点真正挑战 要面对一些 邪恶势力的时候 你想想 你哪还有那些勇气 所以中国男的 基本上全是太监 对吧 就是我都一直在讲的 这些所有什么 踢足球的那些孙子 包括这些 体育的这些人 所谓的不敢站出来 他没法敢站出来 我都一直在说 蒋又全这个孙子 是吧 牛的身体 鸡的心 他们全都是这样 为什么 是因为我们的土壤完蛋 而且 我们的女性 我们的母亲 都被弄成了 依旧活着小脚 这点是太可怕了 你在国外可能吗 看见一个女人 生个孩子 叽叽歪歪 是吧 我靠 到后来 中国女的生孩子 那都是 都成了战功了 我靠 你要给她配勋章的 做个饭也是 当然了 中共的那里面 大男的主义 绝对不对 是吧 你不能说 男的就在家 这个这个 什么都不干 不干 那是不对的 是吧 但是也不至于 把最后 所有的分工 都弄成了功劳 这点是特别特别畸形的 在中国社会 是吧 就像这个 蚂蚁的兄 相思的兄弟 一样的 她的芬兰太太 可以做到 这种的是 你只有在这种 西方的民主的 自由的 有尊严的社会里 才能出现 更多的这样的女性 而且孩子 不可能被教育的 最后 说 唯唯诺诺 是吧 听话 咱们这 所有共产党给你的 做人啊 学会做人 没有什么做好人啊 在共产党里面 你听不到 做个好人 不可能 浩海东说 是吧 做个好人 这帮孙子不管 不会 他要求你什么 要提求先做人 做什么人 做你妈奴才 是吧 给他送礼 是吧 给他跪下 这是共产党 要给你的 而且 给孩子们 所有的教育里面 听话 哎呀 表扬里面 表扬自己的孩子 中国的家长 是吧 父母亲 挂在嘴边 最少 拨的就是 哎 我孩子挺好的 我这孩子真好 听话 听话 你听听这句话 听话 这都是 我从小听到大 在山东 在老家 在我们青岛 所有的这些 就是孩子听话 这就是最高的表扬 你想想 在这种环境里面 成长出来的孩子 哪会有一点点的 批判精神的 对吧 共产党就奴役死你 今天奴役你爹 你爷爷 你娘 你奶奶 你老子 明年奴役你妈 你爹 后年你奴役你儿子 再奴役你孙子 就是这种结果 因为没有一个人 敢站出来 想站出来的时候 旁边全都是 抓着你的 踩你的 给你泼冷水的 不可能有人 支持这种 在后头说 没事 你灭过 是吧 没关系 孩子我来看 是吧 你回来家 还有口热饭吃 没可能 全是冷言冷语 你灭了行 你挣了钱行 你但凡遇到困难了 但凡这个事 不可能给 家里面带来利益 对 就是说 你去 有没有效益 对 他们咱叫效益 他们所有的 共产党里面 免钱利责的利益 就是钱 这点是共产党在里面 也是把你 奴役的最根本 因为什么 因为你不挣钱 你就会 看不了病 上不起学 送不起礼 这点是共产党 他给你一个 所谓的内循环 他们内卷的 就是说 你不去挣钱 你不去给他跪下 你挣不到钱 你就会遇到这些问题 好了 那怎么办呢 大家都是这样 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 我能害了别人 我仔细得意就行 甚至你妈损人都不利己 他也干 是吧 这就是我们的 但是看一看 芬兰的女性 对吧 像是小蚂蚁的这个 多么伟大的 这些又扶起人 就会有这种好人 你就会找到这样的态度 是吧 你就会灭过 对吧 如果你要是在 共党里面 共产党这种体制里 这种 你没有可能 是吧 你也找不着 早就你回家的时候 你去游行 回家的时候 行李出概率 就得拥出去 对吧 你还不管 还不管 回来一步 海东大哥还有 海东大哥还有 王国栋大哥 讲的这个事情 我是 我关于这个话题 我是深有体会 我今天 今天我本来坐在这个镜头前 我原本 我是蛮 蛮老的准备分享 究竟 我们究竟上抗疫前线的 一些点点滴滴 但是两位大哥 讲的这个事情 就是我一开始本身 我个人对我们中国男性 我是有很多看法的 因为我本身 18岁以后 高中毕业之后 就出国了 出国之后 后来 也不说最后 谈了几个女生 最后跟我太太 结婚之后 因为我自己觉得 国外的女生 和中国的女生 我总会拿她去做个比较 然后我又把中国的男人 和西方 欧美国家男人 我也去做个比较 我在参加爆料革命 见到七哥之前 我先那个时候 我是认为中国男人 是有严重问题的 刚才海东大哥讲了 这个在共产党的体制内 他要一个球员去赚钱 其实说实话 其实实话是说 我们如果说 把足球做成职业的话 光要你去赚钱 从这个逻辑上来讲 他还有 他的有一定的暴力 如果你这个球员 能赚到钱 从做生意的角度来讲 倒也不完全能 也不完全能错 我们中国男人 在我见到七哥之前 我对中国男人 一向极度的 极度的不好 我发消息给我的同学 给我在国外的同学 也在国外 他们生的女儿 有的是混血 有的是在国外长大的女儿 在西方国家成长出来的女生 他们对中国男人的看法 是不正常的 中国男人是什么看法 崇拜权力 人崇拜权力 时间长了之后 是不正常的 男性不能够一味的崇拜 崇拜权力 我跟他说 中国男人 什么叫中国 现在中国男人 手上戴个劳力士的手表 和他舅舅的官职 是他展现他自信的一面 但这不是一个男人 该展现自信的一面 刚才海东大哥讲了 我回到刚才的话题 光足球运动员 光赚钱 总是有一定的道理 但你如果说是 如果说是一个 一个男性的社会里边 长期只会跪舔权力 时间长了之后 只能把这个 仗义级权力 给他压迫的这种 这种不满 他通过 找他一个弱势群体 去门 他写出去 前一段 去年前年发生的那种 龙山烧烤女事件 还有锁链女事件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事件 我们经常在网上碰到 中国男人暴力 欧中国的女性 小孩和老人 我很少看到有中国 有哪个国家的男人 对自己补足的同胞 下降狠手 我真的 那个唐山烧烤女 那个男人 打那个女生 大家有没有看到 打那个女生的时候 他用自己的身体 打那么弱小的女生 你对这个女生 你说你非礼也好 你猥亵也好 他在这种 大庭广众之下 下这种狠手 我真的没有在 哪个国家的 哪个国家的这种 这种 其他国家民族里 我们基本上 没有看到哪个国家 黑人也好 白人也好 西班牙人也好 意大利人也好 本族的一个男性 让对本族的女性下手 我认为 我之前认为 中国男人是完全 完全完全 在这方面 是没有股心失望的 后来我在镜头前 看到七哥 看到海东大哥 看到王国栋 像您这样的中国男人 本身有强健的体魄 为强权 而 在强权面前 丝毫没有低头的那种感觉 我们不要对弱者去骂 去不是连弱 我们看到谁比我强的 谁做的不好的 反出手 所以我认为 我们家 我在加入爆料革命之后 看到这么多男士 包括几 我们近国前的廖哥 那种那种坚定的眼神 我们这批男人的表情 跟其他中共体制下 中共体制下 男人表情是很不一样的 这是我现在突然 有感而发想 跟大家汇报的几点 好 我先说这么多 这个国东 刚才 这个小小阿姨是说的这点 就是你应该更多的 大家深有体会 就是这帮孙子在共产党里面 我都讲了 我说你们这帮孙子打人 你们有人去打泰森吗 我说你们竟打那些老婆孩子 竟他妈的去欺负比你小的 是吧 就像在队里一样 这帮孙子没 我说你他妈打 你去 打比你大 比你 逼海 对吧 你说你去欺负青年队 欺负少年队 就像我 70年 比如我80年的时候 我在队里面 像比我大的 像王涛 上青他们都6768的 是吧 曾玉权 我跟曾玉权打架 曾玉权67年 我70年 对吧 我跟他打架 他妈的我14 他17 对吧 我是打不过人家 但是我敢拿铁锹 拿不过给他打 对吧 最后给别人也打一顿 当然了也被他打一顿 对吧 但是 你打呀 你打 曾玉权 你他妈打我 比我小的 对吧 我去那个 打 比如说我到青年队 我到一队 我18岁 有少年队来了 我去打 就像你说的 王川他们 你们有病吗 对吧 我就说 中国在所有的这些孙子 这些男子里面 是吧 暴力家暴 包括你说的唐山大人 所以打小孩子 去打狗 弄猫 是吧 这就是共产党 给你弄了毒 为什么 他只有让你崇拜权力 让你们这些人没有血性 没有真正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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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骨气了 他们才好奴役你 对吧 都成我们了 他们知道 对吧 我华海东 干你 弄你许根宝 什么 骂你这个当官的 什么 年维斯 刘鹏 什么这些 男友 下龙 什么这些 是你当政 你当官 你牛逼的时候 我来去 如果他不是 他比我弱 他不是那个 他也没任何危害 什么 或者他没做 我根本都不屑 去跟他 就像刘国梁在 八一队 那谁去 走他 那是方龙 对吧 朝鲜族 他有时候 他还不怎么会讲汉语 有时候 他他他他 他比较 个色一点 他有时候 他去欺负欺负 刘国梁 我们怎么会欺负他 对吧 那小外婆 小孩 对吧 我们就不会欺负他 但是他长大了 他这些孙子 他一定欺负小孩 一定去坑蒙拐骗 奴役 这些比他弱势的人 因为他从小的成长 就像你看见了习近平一样 他百分之百 最后会把这些人 全部干掉 对吧 从邓家 从根本没有任何理念 说治国 什么大家的法律 不可能了 因为在中共里面 你得罪过我 我曾经不得势的时候 你们这帮孙子 没有帮过我 有害过我 一定全部弄死 这就是中共的体制的恶 所以 有了新中国联邦 有了爆料革命 七哥给我们创造这种平台 这种机会 我们才有 真正的展现男人的机会 要不连这机会都没了 是吧 我们也成了什么太监 好的 郭东 好 东哥 那个 咱们默默战友介绍一下 默默战友 也是波兰前线 两个多月 波兰救援 这个他和大国战友 在美国90天抗议 又加上这次杜包子 一直战斗在第一天 我们默默战友 请默默战友 顺着这个话题 因为当时我们在柏林游行的时候 这个玛与典里讲 他老婆快要生了快要生了 结果回去生了以后 他给大家报了个平安 就今天就把这个话题 说起来了 默默战友作为旅行 旅行战友 特别有发言权 谈谈在旁边 顺着这个话题 咱先讲这个话题 先理解 默默战友请 谢谢 非常非常感谢 我一看到满屏的帅哥 我都不知道讲什么了 刚才也听到 就是非常真的是 我觉得就是作为女性 你看我们新中国联邦 七哥也讲 我们新中国联邦 很多女战友 所以我今天的这个 跟这个这么多帅哥同框 是极为罕见的一件事情 因为很多时候 都是一个帅哥 陪着满屏的女战友 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说 七哥讲过一句话 说这个社会怎么样 要看女性 我们看到西方国家 为什么 就是因为女权运动 在西方国家几十年了 从一九七几年开始 所以因为这个国家 如果女性不起来 这个国家真的是很难 很难就是说 真正的这个国家的人民的素质提高 因为母亲很重要 因为七哥都在讲她的母亲 我有一点小小的遗憾 也是我自己的选择 那我就不像说 小蚂蚁相思 和在座的各位 因为我选择的是不要孩子 所以我没有小孩 因为我觉得 很奇怪的是这种想法 就让我一直坚持到现在 就是我没有要小孩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 我要活明白了 如果我不明白的话 我不相信我会教育出一个很好的孩子 而且我也自己也比较要强 所以才能参加 我觉得就是我们今天参加新中国联邦的战友 每一个人 他都是那么的 那么的不一样 而且都一定是我们中国人的精英 真正的精英 首先说我们 我们的我们都有一个正常思维的脑袋 因为中共国共产党领导下之后 他们都已经变态了 把这个社会搞得变态了 每个人的想法都变态了 因为是中共的统治 就像我们郝董讲的 他都把人给扭曲了 把人整个扭曲了 把我们本有的心理的善良 我们的纯真 我们中国人的那种善良 他全部拿走了 特别是就是说 我们今天在这个旧金山 我们为什么要反习 是不是 有时候我突然想起 就是一句话 就是七哥说我们参加抗议的战友 都是我们新中国联邦的恩人 但是我们今天走上街头 我们不为七哥 我们为的是自己 是不是 因为我们为自己 就是我很想讲的一句话 就是你看今天我们来到海外 我们海外的就是 我来的比较 时间相对长一些 我来了有30年了 我来海外那么久 当初我来的时候 我想说 哎呀我要逃离那个地方 那现在今天我们回到旧金山 我们再看到 看到旧金山 我想讲一个小故事 就是这一次抗议 当我们14号接机的战友的时候 足足在旧金山的机场 在上空 他那个飞机啊 在上空盘旋了三个小时 为什么呢 空中管制 我们的战友看到老习的飞机啊 从洛杉矶开到旧金山 就是因为老习的飞机来到旧金山 空中管制三个小时 这个飞机在天上一直那么飞呀 你想人是很难受的 其实他在那盘旋嘛 就等这个老习的飞机落地 那我们另外还有战友是什么 通道整个全部关闭 他在那足足 就是他从机场下来都没办法通关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要让老习先走 你说这种事情在西方国家 闻所未闻听所未听 但是今天我们就看到 西方国家已经被中共滲透成这样了 美国啊 这是民主啊 灯塔的地方 为了老习一个人 空中管制三小时 地下下来的人 要在那个通关 等待一个多小时 等在老习走后 这个通关口才打开 因为我们接机的战友啊 在外面就是一通的等啊 人到了 出不来 说怎么这么就出不来呢 原来是上面的那个天空管制 就说我们这一个小事情 我们就看到 如果我们不灭共 我们哪里没地方躲 我们没有地方躲 所以今天你不去抗议 你不去说要把这个 take down这个CCP 这个习CP 你不管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 很快就跟墙内 差不了许多了 我今天就想分享这一点点 谢谢 好 某某战友啊 昨天看您那边做节目啊 您也说和大夫做节目 你们这一对姐妹花啊 都是老运动员 是吧 那个某某战友 绝地老运动员 从这个 波兰这个救援到这个九十天 你们姐姐妹俩 这个做直播啊 一直坚持在第一线 这个啊 这个说不好听了 呃 呃 没谁了 一个是 你想这个年龄也是 是50后的年龄了啊 包括那个 这个大夫 某某战友都有工作 啊 农 在每次活动 都存在第一线 啊 战斗力 啊 啊 还有这个耐力 都提现成绝对是老运动员啊 啊 非常 真是啊 啊 这个非常敬佩啊 三个人又去了这个 咱们咱们再也又去了这个 这个这次杜包的 那么 辽哥 辽哥我们在 波兰前线是住了两个多月 我们在一起两个多月啊 啊 工作战斗 那么通过了解 咱辽哥共流了 四个孩子 啊 你四个孩子 辽哥加拿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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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哥小公公才四五岁 啊 辽哥的以前啊 真的 辽哥 我们有时候 他以前 他大人游泳 游得很不错啊 小伙子还是拿成绩了 现在老二老太跟着游泳 老 辽哥以前有时候 真打不开点 啊 下面游行 辽哥 辽哥 开调 各位载人好啊 我今天呢 头一次和 包括咱们 最近的那个 马克斯王 我也是头一次 咱们通关 跟那个默默 还有小蚂蚁 还有这个海东 都是头一次通关的东西 其实呢 我觉得你 你做什么事吧 都是一个 看你的一个决心吧 好像 也有这个机缘巧合 我这次呢 包括咱们上次那个 波兰 波兰救援也是 就是说 你看你 你自己的信念 有多坚决吧 那么 也就能 承行 你的行动 这次也一样 我就 跟着 战友之间 互通 这个信息嘛 这样也很 感恩 这些战友 咱们平常的一些 陪伴嘛 那么我得到 这个信息之后呢 我就第一时间 我觉得 因为 可能了解我的人 都知道 那个 我父亲是在 第一次这个 病毒的 就是 2020 2020年 4月份那时候 就是 去世了 就是第一波 病毒 传播的时候 他就 突然人家 就走了 所以说 我说 这次细胞的来 我说 我一定要去 因为 我觉得 这是我的 一个 必须做的 一件事情 那么 也就成行了 这次 我去 这个 旧金山 跟战友之间呢 我也觉得 很多很多 互相那种 气息的感染 每件事情 都是 好像有一个 好像是 天意识 那种感觉 而且 我觉得 每次呢 参加这种 正义的 一个 一个抗议 一个行动 我觉得 对自己 内心来说 是一种 提升 我感觉到 每次在 做这个 正义的事 包括 这个 波兰前线的时候 我都觉得 自己那种 尤其咱有 这个 强大的一个 后盾的 法治基金 还有 在新冠国联邦 那么 我们做这个事的时候 就是义无法骨 而且 根据这个 个人 那个 感受 我觉得 对 我 我一般跟孩子 我很少交流这件事情 说的很少 那我并不是说 并不是说 有刻意这样做 而是我想 终究有一天 他会 他会知道 爸爸 那段时间 是做了啥 我是想给他 一个这样 一个 一个惊喜 其实呢 我觉得我们 这次 就像我讲 这个 这次 这个 旧金山抗议呢 我觉得 就像七哥说的 我们这些战友呢 能做得这么成功 是因为咱们团结 众志成成 就是每个人 每个战友都是 没有 毫无怨言 就是感觉到 就是 一心 想把这个事做好 所以说 咱们这次做的 就是 克服了很多困难 就把这个事 做得 比较圆满的 完整的时间 所以我还是想 给大家分享 谢谢 特别 大家应该就是去 思考的一个事情 就是这样 之前的华人 在没有爆料革命 新中国联邦的时候 之前 是吧 没有咱们这个 2020年的 之前的 你想一想 有没有一个 这个华人团体 这么的团结 而且是在七哥 现在还依旧 深陷淋漁的情况底下 所谓的 如果按共产党 来说的话 没有一个头了 是吧 连个管事的人 就是连皇帝都没了 所谓共产党最大的 所有给你洗脑的 就是说 不行 为你好 得有人管 没人管不行 他给所有的 中国人的概念 没人管不行 那就乱了 你看 共产党得管 董书记得管 我们得让皇帝们管 得让一个独裁者 得让一个头管着 才行 这是最操战 但是 在我们新中国联邦的 所有的抗议当中 你们可以看见 没有人给谁拉坑 除了那些伪类 什么什么 所谓这些杂碎 孙子们 那另说 就是所有大家 要去干的事情 都是尽量 让我们所有的战友们 能发挥 出来的力量 这也是足球 最大的教育功能 以及带给我的 当时 陈尔老 陈尔老 告诉你 说 郝云龙 一个最成功的职业球员 是什么 在这里 是让你的同伴 发挥出最佳水平 你看一看 郭东 你想一想 在我十几岁的时候 他就给我写信 给我 说的这些话 是多少 你想一想 这是八几年 不到九零年 人家说给我的 我就听到了 这么样的话 你想一想 你是什么概念 跟徐根宝年 为此 跟贾佑泉 跟他们这些孙子们 讲的 连个屁 他们都摸不着这个标 是什么 是所谓的 集体运动里面 突出个性 但是 你所有最好的 这里面 就牵扯到一个 你可以同伴求的分量 郭东应该知道 我给你右脚 还给你左脚 是吧 给你胸 还给你大腿 是吧 给了你的什么方向 让你更好接 是吧 对方就不好断 这个东西 就是刚才陈生达 知道 跟我说的 你要让同伴 发挥出最佳水平 那就也是好球员 没错 我老能给同伴 传了好球 老能让你进了球 老能让你挺好球 我就是好队员 我也就是好球员 我就最后成球星了 对吧 都让 所有让自己的队友 都能这样 让我们的战友 都能好 那你不就是好了吗 但是在没有 新中国联邦爆料革命之前 所有的大家里面 所有的华人里面 全是坑嘛 中国人坑中国人嘛 这个没错吧 所有出来的这些 都坑的 没有 这帮孙子 没有人坑过外国人啊 也没有 对吧 你们这帮孙子 因为 所有给我们中的毒 和你能去 能干的事 都是坑同胞 因为你没有能力 没有任何的 这种 展现出来 你可以在人家的土壤里 能生根发芽 能最后 能有一席之地 这是共产党 最操蛋的 所以相思要把你的这个 特别特别的 18岁出来 最后的改变人生的时候 中国 所有 在这之前 很少 有中国男的去 带过女人吗 这都是 很多就是中国的女孩 嫁了外国男人 这个 90% 是吧 去欧洲 就是 像这个芬兰 像北欧这些 西部这些 很少 白人 基本没有 白人啊 很少 对吧 很少 这个就是 真正 能去最后 改变事情的 一定会是新中国联邦 爆料革命 一定是我们这些人 因为 还有 东哥 还有个 21号 我正好看 看新闻 新唐人 报道 旧金山 中国民主党 人 借了一件 就是 就是那天 他们就是 民运上去 也是游行 两拨打起来 两拨打起来 应该是狗要狗 打到兔 打了兔 后来就抓起来 抓起来就放着了 兔苦流气 这都所谓的 民运 这跟咱们 新中国人吗 你这怎么比啊 我们 不会 任何去 伤害任何的中国人 不管你是谁 我们就是 真正的街头运动 我们就是要灭共 灭这个体制 是吧 灭这种 邪恶的组织 跟人 没有任何关系 对吧 就像七哥说的 你王岐山今天 灭共 还是我们的战略 这才是真正 让中国人能团结在一起的 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力量 凝聚力 太重要了 就是 你开多少会 是吧 让我们每天 我们都这么开会 是吧 国动都知道 开准备会都开三两个小时 这帮事都让我们拿着本 拿着笔记 上面讲了一波狗屎 是吧 抢逼为街船转 我就问问你 全世界从瓜里奥拉 到牧里尼奥 安全落地 到嘴皮 到卡贝罗 所有符合生 你们告诉告诉我 他们怎么来说 我们的战术 我们的符合是抢逼为街船转 我就问问在座大家 全世界最牛逼的足球的 都不会懂 你也不知道他讲了一些 不过狗屎 但是徐根宝 他自己说了这六个字 他他妈就能骗了中国这么多 几亿人 是吧 告诉他是情绪教父 你说说 有没有天理 但是在中共里面 他就发生着 而且那些打假球的 行贿的 什么他妈的 这个操纵比赛的 这些教练员们 依旧在足协 什么高级教练员班 A级教练员班 什么 从高红波 贾秀全 什么这些 依旧 朱广乎 什么这些人 依旧还在呢 这就折射出了 不就是什么 我一直在说 中国足球 是中国社会的缩业 它根本不是足球的事 你想想在这种国度里面 在这种体制里面 怎么会有真正的男子汉 真正的人出来 不可能有人才 完了 最后的他们所有表现 所有给大家 所有的就是互相之间的情仰 互相之间的斗争 互相之间的最后给对方挖坑 没有人去说 我陪伴你成长 是吧 我跟你一块 我让你成长 我是帮助你成长 不可能 新中国联邦不是 咱们爆料革命 所有的战友们 从每一次的抗议活动当中 大家可以看见 我们都是共同的成长 陪伴大家一起 为什么 是因为我们内心的信仰 内心的坚定 我们又要去干的这个事情 是大家最后 你不这样 而且这种事情 如果没有认知 没有好的逻辑 没有真正的智慧 靠点小聪明 你就不会选择这条路 是吧 有病 就像我神经病 我灭啥 共产党丢好 是吧 我回去啥都有 对吧 我在这赚了钱 我在国外 爱干什么干什么 我回去了 什么什么都一样 我灭他干嘛呢 对吧 习近平好的 那这是 他那么的基督球呢 这都 大球迷 要不也不会中国独求所谓的有金元时代 就是因为 许家印他们这帮孙子 在中国 没有任何一个行业 是真正的市场行为 全都是政治需要 全都是投其所好 全是共产党操纵的 所有的金融 体育 什么科技 文化 文艺 都是这样 对吧 如果不是 怎么会有中宣部 会有宣传部 是吧 会有 所谓的文化审查 文化局呢 所有的没有真正的市场和记者 都是宣传工具 都是被利用的工具 但是 咱们新中国联邦不一样 我们整个的爆料革命 因为那三年 使我们的所有的国人们 所有的中国人们 所有的慢慢的都在觉醒 分清楚了 中共不懂于中国 中共 中共 不能代表中国人 我们互相之间的爱 互相之间的信任 互相这种凝聚力 越来越大 越来越多 你们看见 今天所有这些 同框同心 我们大家 坦坦荡荡 大大方方脸 我们 有啥好恐惧的 对吧 未来会有 更多的人 是吧 各行各业的人 陆陆续续 还会站出来 还会像我们一样 一定是这样 是吧 你像活动一样 对吧 一样站出来 是吧 未来还有一样 终归会站出来 因为什么 你不站出来 你就是死 你别以为 好像 我们在危言耸听 是吧 你不信你看他 是吧 共产党这还得抓 没完 你别以为他们所谓赌球 这些就完了 还没完 还得抓 而且那些当官 你一定被抓 因为你不被抓 就不是共产党 是吧 他不被抓 他就不可能 有现在的这种事情 那江青就不会被抓进监狱 刘少奇就不会给烧了 连骨灰都找不着 对吧 也不会有薄熙来 不会有周永康就这么倒了 是吧 徐明就被心脏病死了 这就是事实 你信不信 他就在这 你最后 所以才体现出来 我们所有的战友们 我们共同的陪伴 感恩 喜哥 感恩节的这些 感恩就是感恩了 他创造的这种机会 使我们彼此的信任 彼此的互相的帮助 彼此的陪伴 共同的成长 这个东西 是什么东西 也换不来的 东哥 感恩 感恩最后这一段 最后这一段 我那个小姐 你们你们俩照了 这个照片 最后感恩 你就感恩一下 下面去那个 马亚兄弟 你准备了 不是要分享 咱们去金山了 要分享一下吗 马亚兄弟 哎好 这一次去救你 你就不要分享 和那个美女战友 照相的事了 你看和人艾瓦 和人悟空 搂着照 又什么你 我飞了一点 好好 开始 这个 这根据女战友 她也是一个战友之间的 这个感情 正常的这种 友谊照相 这次去救金山 前线就是 你也不同看 岳湖 岳湖普世一样 上去照相的时候 动作也应该 修炼一点 算了 这次去救金山 就是活动 比我们上次在柏林的 比较大一些 然后 我个人感觉 我在参加了节目之后 才感觉到 我们从 我们爆料革命 我们新中国联邦 从技术层面 做这个活动的意义在哪里 一个活动 就是我们在当街 喊口号 给 整地的美国人 尤其是 甚至美国的警察 和小粉红 看 其实小粉红心里面 很明白 小粉红都知道 我们有打疫苗 小粉红也就是为了 那几百块钱过来的 他们也是走个过场 真正的那种上权去 我们愿意 跟我们发生 肢体冲突的小粉红 他们实际上本身 也没有什么政治见解 大概率 看他的眼神 也是精神状态不正常 所以说 从第一个维度来讲的话 我们做这个 做这个 做这个 创意的意义 就是在 我们在 线下 和 直接通过空气 争议我们的喇叭 和我们的喉咙 通过空气的传播 让旧金山的本地人 要让小粉红 让美国的警察 知道我们有 我有这样的一群人 在这里 第二个意义 就是因为我们盖特的用户 已经千万级别的用户了 现在 很多战友在盖特上 发个帖子 盖特上马上 爆炸式的这种 信息的传递量 全球的盖特用户 都看得到 不管是英文的 尤其是中文的 更多 是第二个维度 而且 联盟在那边 也撒了帖子 随时进行 进行直播 在盖特上的直播 而且英文的音乐 马上线上也发布 也录了很多的视频 在盖特上 宣传的非常的好 这次 第三个维度 也是个比较重要的维度 是现场的 美国的媒体 国外的媒体 直接拿着摄像机 拿着手机 或者随身拍的那些设备 别人是专业的媒体 别人等于是 专业的职业媒体人 知道怎么问问题 知道从哪个角度拍摄 我们等于是 我们的战友 400多 400个战友在那边 已经把这个 把这个背景 就是给别人来采访 我们背景 已经在那里了 当我们看到 有外国的这个记者 过来采访的话 我们会把我们的口号 我们的牌子 印象的举给他们看 口号整齐划一的 喊给他们听 所以说 在这个 对于外国 外国媒体而言的话 其实全世界都聚焦在 中美领导人的这种 这种会晤 因为 这几年 大家也都看得到 比十年 都是中国和美国的 这个经济走向 中美合作 或者中国 中国和美国的 这个关系好不好 是整个世界经济的情侣表 所以说 中美领导人 他这个会晤之后 如果会晤之后 两国又是亲密的拥抱 又是达到什么协作 可能一句话 每遍整个美国 或者中国的某一个行业 股票可以马上被影响到 但是这次 我们后面结果 我们看到了 还我继续我刚才的话题 所有全世界的媒体 都在关注 这个 爱登和习近平的会议 这么多抓住一些 都想抓住一些 蛛姿马迹 爱登说了哪一句话 怎么怎么样 李立民走路的动作 怎么怎么样 媒体他喜欢分析这些东西 但是我们这次 我们这次 告诉全世界的媒体 中国中国 当你想到中国和中国人的时候 满脑子想都是五星红 几十红色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颜色 就是新中国联邦 我们还有蓝色的中国人在那边 所以这个 可能是让有一些外国媒体 比较惊讶的 哦 还有一批这样的人 他们是反 反对的中国的 国外的媒体总认为 中国代表的就是极权 就是专制 就是苏联的共产主义那一套 美国代表的就是北约 自由民主 普世价值 怎么还有一批中国人 他也是自由民主 普世价值的呢 那就是我们 我们从 我们新中国联邦人 这次倡议 在现场技术层面 我认为做的是让我感受颇深的 我认为这种 这种类型的抗议 接下来持续的话 不会给共产党造成打击 由我想象的都要 比共产党想象的都要很多 好 我回答完毕 交给王哥 好 谢谢那个玛业兄弟啊 非常棒 非常棒 还有求咱默默战友啊 刚才对那个 黑夜 永志战友 咱那小兄弟 直接说 说我死了以后 就说 因为他们灭共 灭共以后 肯定灭共 不是那么简单 也不是一番风劝 咱们就是说 像咱女战友 包括一个大哥 都有自己 就是 如果没老共 咱可以做一些事业 做一些简单的事 也好 咱做得更好 那么默默战友 有什么打算 咱们就是 放开聊 哎呀 谢谢谢谢王大哥 打算一大堆啊 就是愁一个打算 我跟大哥我们俩都讲 我们啊 我们是现在抱一下 我们是喜国奶奶 在这一群人里的 大概应该是 我是年龄最大的 但是我们 哎 很自信 因为你看 我们奶奶都可以做成这样 还有什么 还有谁不能做呢 是不是 所以就是说我们的计划 就是共产党灭了 我们头一件事干什么 我们要去跑欧洲 看你们去 一定要来欧洲 一定要跑去欧洲 看你们 这个是我们要做的 头一件事 就是我觉得 我们要去看战友 真的要走透透去看战友 我们可能去世界各地 看我们各个农场的战友们 因为我觉得这是 这是头一件事要做的 那战友们对我们来讲 像亲人一样 我们一定要走亲亲 同一件事要走亲亲 走完亲亲之后呢 我想 应该是 把我们新中国联邦的未来 去交给像 刚才的黑夜勇士啊 像我们的小蚂蚁相思啊 这些年轻人 因为他们 才是真正的未来 我觉得我会 我会退居二线 退居二线啊 会没事跟王大哥聊聊天啊 跟战友们聊聊天啊 我想这可能是我未来的生活 因为我觉得这个 将来是新中国联邦人 为什么七哥带领这么多年轻人 可能也是七哥的打算 他们是真正要撑起这片天的人啊 我们是他们的后盾 我们在后面帮着鼓鼓气 打打气 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小愿望 谢谢 默默代表 发自内心的讲啊 因为咱都比较熟悉了嘛 比较熟悉 在前天都在波兰生活那么长时间 在屏幕上 现在看到你和大郭 越来越自然 越来越美 你这种感觉 是发自内心了 你看做直播讲话 和战友们互动 确实有大跌大的风范 新中国联邦大跌大的风范 感谢感谢感谢 承让承让 因为啊 咱七哥也很重视 咱下代教育问题 新中国联邦 下代教育 有四个孩子 包括小蚂蚁 加起来七个孩子 像咱们 像这个新中国联邦 有这个孩子 多孩子 就是三个 两个就很多 我插一句 还有我们好总的孙子 我们好总的孙子 他爷爷 这是爷爷 对啊 这个 最前下一步的孩子培养 就是聊一聊 有什么这个 对孩子的这个 对小孩子 培养 小孩子的培养 我觉得啊 就是我个人看啊 就是我们应该让孩子 首先就是做的 我觉得我们中国人 对孩子教育就缺乏一点 就是独立 孩子的独立 就是我们 我们就是很 很多就是 我先生是美国人啊 我看到他的教育 还是怎么样 小孩子哭 西方人绝对不会 哎呀 这个孩子哭啊 赶快去抱啊 他会让他一次哭个够 他不会理他的 因为小孩子也会欺负人 就是很简单一个道理 他跌倒 他们绝对不会 让他自己爬起来 就是从我们 我们对于就是说 我们应该向西方人 学习一些教育孩子的东西 就是我们心 我们知道呀 心疼孩子 其实不是 就是我们应该让他们去 做他们力所能及 比如说他走路啊 他摔倒了 因为我们一个人吃饭喂啊 就是我想讲一个小故事 对于孩子教育啊 因为我以前开过餐厅 就是一对 他是老人家 爷爷奶奶跟着 儿子儿媳妇来吃饭 带着孙子 这个孙子要坐在奶奶的旁边 但是那个位置不是他坐的 美国人很讲究这个 就是父母孩子要坐在边上的 这个孩子就非要坐在奶奶边上 他父亲就是不让坐 他就要哭 他爸爸立刻把他带到 带到外面去 几分钟回来就说 你要跟家人say sorry 而同时我看到 让我更惊讶是这个奶奶 我们中国人讲要奶奶上 哎呀让孙子坐我边上吧 孙子坐我边上有什么 有什么不可以 有什么错啊 孙子爱我呀 但是奶奶当没有看见一样 再跟这儿媳妇讲话 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 奶奶没有讲一句话 我觉得这给我们很 我们中国人就是很大一个启示 我在旁边看到这一切 是我非常非常惊讶 哎我说这个奶奶怎么不说话呢 这个孩子回来乖乖的say sorry 做到跟他的那个就是姐姐 做到一边 然后人家奶奶全程没有讲话 继续跟儿子儿媳妇在聊天 我相信这是给我们一个小启示 我们要知道 就是我们对孩子不能溺爱 我们要爱但不是溺爱 就是我想讲的一点点 谢谢 好 廖边 这下部孩子这个培养 有啥计划 其实 老王我觉得 我们都是那个 C club的会员嘛 是不是 其实我想这些 好多事 我觉得咱们新中国联邦 或者七哥 已经有很多的安排 我想这个 像技教育这些东西 将来以后我们的孩子 肯定会 有接受很好 一个良好教育 另外一个 我感觉 现在这个教育体制 我觉得 你想想它整个一个卫生 政府的一个 政府的一个系统 它里面 我都觉得 没有一点可信度 那么教育系统一定也是 就像前一段时间 那种 哈佛那种 知识哈佛斯那种 言论那种 那你想想这种 完全这个 被共产党的一种 大外宣那种 都带偏了的 这些 这些 年轻 这些年轻一代 所以说我觉得很可怕的一件事 但是我 我 我目前我对孩子的教育方式呢 就是 比较 放养那种 我 我尊重他们个人的那种 想法 我从来也不太 注意 我 我主要是 让他们 多 运动啊 在健身方面 就学习方面 我确实我 我没有太 太多 对他们没有太多要求 只要是 不做什么 过分的 对其他 同学有什么攻击性啊 这些 就是 就比较友善就可以 那么 我对 我还是对我们那个 技艺教育这些系列 还有这个 G-Club这个 比较 有那个 那个 那个 撞向 撞向 因为 你看刚才像那个 莫莫分享 是不是 那么 我们真正的 练了共同的时候 我们真正这些 就把这些 好多好多事 要都扭转过来 是一个 艰巨的任务 所以说我觉得 咱们印象还 到远 好像那个 好多事还要 需要好 好多事还要 需要去努力 因为 红 红图也不是一天 像齐哥之前说 灭共容易 但是 洗掉我们那个 共产党那个 余毒 还是难上的战胆 所以说 我们那个 好像那个 就推行 那个状态 好像还是没有 但是 跟战友之间 那种互动 像那个 莫莫一样 我也是 这么一个 一个 憧憬 就是 希望跟 以后跟 到 线下 那些 线上的战友 多交流 到线下去交流 就更 直接 更 没有 虚旧的感觉 是这样 谢谢 好 谢谢 刘根 谢谢 刘根 东哥 那个 叶根 可麻烦 你放一下 放一下 东哥和 那个 小叶的 这个 清理照 东哥 这个 咱前两天 过完感恩节 我看那个 郭美 咱郭美 战友 发了一条 这儿 咱七哥的 圆画 啊 你看啊 你看啊 我刚才 跟小叶讲啊 你看小叶 这个腿啊 溜直溜直的 东哥 你这个腿 就有点弯了 和那个直配起来 特别大搭配 哈哈 我的腿 不算很螺圈了 在踢球里面 还算好 像螺圈的 还是比较 那个 就是 怎么讲 螺圈的 对 比较合理 螺圈的 比较合理 哈哈 哈哈 就这张吗 对 这张 这个 就是感恩节的时候 你有感而发的 一些东西 就是 如果 没有七哥 没有咱们爆料革命 最后 新中国联邦的 所有大家的战友们的 共同的努力的时候 你想想 在今天 你可能真的已经 疫苗打上 或者是病毒染上 这个东西 你都 而且你不知道真相 这点非常的可怕 就是人 你当你被蒙蔽在一个 环境里面的时候 你认为的 你以为的 以为 是吧 在那种将冈文化里面 在一个粪坑里面 你还 乐此不疲 你闻不到臭闻 是吧 因为大家都是这样 你 基本上 很难说通过 出几次国 你就能改变 是吧 而且很多的 中国人 出国来 根本 不能体会到 别人的生活 人家的社会 是什么样运转的 你根本体会不到 你只是来了这 是吧 观光 旅游 照相 尿尿 睡觉 啥啥啥 就是干这个 真正的 深入的 这种 在里面的生活 你不会有 所以你 感恩的这种心情的时候 你知道 哦 我还有这么次机会 明白了 知道了很多 事情的 根上的东西 你恍然大悟 这个非常的关键 所以大家感恩 气格 当然我也很感谢 小叶啊 这么多年来 对我的支持 确实 就像小四小阿姨 你没有 另一半的支持 没有家庭的认可 你说自己 孤家寡人 你也干点事 但是你说 你有什么意义的 你最后了 你 你人活着 是一个群聚的动物 你又不是真空里 一个人单崩着 是吧 单性繁殖 你最后 你弄完完了 你还有经济朋友 有老婆孩子 有父母亲 是吧 有一些 那你 干了这些事情的时候 干什么呢 总希望 有人分享 被人认可 是吧 这也为什么 我说足球是教育 足球是历史 足球是传承 足球是文化 就是在这样 那共产党 这帮孙子 没有一个人 他们能说出来 这些东西的 什么踢好球 做好人 读好书 他们不会有 健康体魄 健全人格 我说的这些 是吧 我们要去干的事情 到最后 新中国联邦 爆料国民七格 给我们 真实的世界 真实的声音 让你知道 真实通过情报 来去让你 佐证了很多的事情 你想想 当你不明不白的来 糊里糊涂的死的时候 你可不可悲 人短短这三万多天 是吧 最后了 你弄了一个 糊里糊涂 所谓的 蒙在鼓里的时候 你还欢呼雀跃 你还人家干点事 你还跟着瞎喊口号 真的 当你明白了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 我妈的太可悲了 太可怜了 我一定不能让 我的孩子们 我让未来 让更多的中国人 我不能让他们再这样 这不是什么大道理 不是很浅显 我就是不愿意 你共产党 接着蒙蔽奴役 未来更多的中国人 所以我们感恩七格 感恩所有创造的这一切 而且我们感恩 感谢所有 我们一块陪伴 一块成长的这些战友们 今天同胖同心的这些 所有的 你像这个 孟宝这样 有说这个还多大了 什么的 我都没有感觉你好像 我就感觉你二三十岁 三四十岁的女孩子一样 没感觉她 好像老太隆重了 就像中国这些 人的所谓的 妇女一过 什么三十了 就是豆腐渣了 你说在我们的这个国度里面 所有给人的标签 这帮孙子 都没有一个 能让你堂堂正正 立在这个世界上 说我特自豪的 没有啊 他们给你的 是吧 全都是一些标签 完了让你 很有阴影的 活在这个世界上 是吧 你看看 我们的 你刚才说的 奶奶辈 对吧 咱们的 说人家美国的教育 这个奶奶坐在那 看见孩子 你就想想吧 咱们的奶奶 还裹小脚呢 妈 我的姥姥还裹着小脚呢 这是我的意度路 对吧 我从小在我姥姥长得少 我七岁才回到我父母亲家 对吧 再回到标签 那你想一想 他怎么可能 去教育好 孩子是有社会功能 还有一些高度 不可能一个 裹小脚的一个妇女 是吧 他能把他的外孙子 能抱大了 能别叫车压着 我过个马路 他都不让一个人 那条马路 对面就是一个院子 什么的 向阳院 他都不让 他当他几岁了 我都五六岁了 四五岁了 他也 因为那个 你想想那个车 当时根本没有车 自行车都没几辆 是吧 又不在主干道上 主干道上就这些 公交车 那小车都很少 对吧 七八十年代 你想想哪有什么车 但是就是这样 他都不会让你自己过去 你就想一想 在这种社会里面 在这种女性成长的 就是短短的这几十年里面 现在依旧啊 你不要以为 好像 哎呦 我们现在有高楼大厦了 我们有什么什么什么 飞机了 我们有 都是扯淡 中国 现在的社会 依旧只是没有了辫子 是吧 你烫个头 是吧 司马夫 叫 抬轿子的叫司机了 是吧 太监变成秘书了 是吧 皇帝变成总书记了 其他的没有任何改变 我们最后站出来了 就是要 最后把他彻底的打破 彻底的改变 真的不能让中国人 不能让所有的这些孩子们 再这样生活下去 因为太可怜了 对吧 所以我们 承载了使命